俄罗斯揪出内鬼,此人迅速招供,异国损失惨重。近日,趁着特朗普宣布退兵的热潮,不少力量在叙利亚都蠢蠢欲动,恐怖分子已经连续制造了两场恶劣袭击,让叙利亚以及美军造成不等伤亡。以色列虽然没有直接出兵叙利亚,但一直以来也没少出入叙利亚战场,给当地政府军带来很大困扰。 专业人士认为,这些年美军在叙利亚北窥视得到了以色列的鼎力支持,很多不方便美军亲自出面解决的问题,纷纷都是由以色列代劳。叙利亚在属于防备之下,没少被探测许多情报,也因此蒙受巨大损失,而以色列在中间玩得不易乐乎。 然而就在近段时间,以色列用来获取情报的特工,以及线别接联络网,俄罗斯在进行内鬼清除工作中,对这些人员一一清除。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领被逼人员为了活命,竟然对俄罗斯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情报背后隐藏的是一份大礼。 其供出的是一份美国以及其他盟友对叛军提供支援的一个秘密军火库,虽然军火库比较隐秘,但是其中容拿了不少军火弹药,这批弹药的发现,也令俄续联军从新比蒙生一股含义,一旦全部用到叙利亚战场,将会造成非常严重影响。 当然,这已经不是俄续联军第一次对内鬼进行彻查,几乎每一次彻查都会有不少收获。 就上一次查获了一位叙利亚被测版的高官,由于知道自己罪行严重,这位高官选择自行了解,然而在这位高官家中,依然发现了大量弹药,经专家断定证实美国制造。 以色列对于在叙利亚好战场上,使用间谍火取情报,可谓是屡试不爽,就连俄罗斯伊尔二十运输机都敢算计,在俄罗斯知道,真相后,并没有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彻底瓦解了以色列安插在叙利亚的耳目眼线,相信这是最直接打击以色列的方式。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抓内鬼过程中,有不少高层落网,就比如高级指挥官马,这可是一个军队作战的核心以及灵魂,然而就是这样关键人物竟然是他国的细作,确实令人愤慨。 据其披露,如果当时没有被抓获,将会奉命去执行非常重要的任务。 据说,计划的成功,将有可能让以色列增加戈兰高地控制权,好在行动前这名指挥官就已经落网了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话说回来,关键时刻其中关键人员落网,无疑都让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是不属功亏一亏,愤怒程度可以想象。 对俄罗斯而言,这个冬天似乎格外寒冷,不久前,美国刚刚宣布了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 一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成为美国此次发难的对象。 舆论发现,今年以来,以仗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已对俄罗斯实施过多次制裁,俄罗斯经济也因此承压。 如今,忍无可忍的俄罗斯正谋划同中国一起,在去美元化领域,展开一场绝地反击。 当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常用交易货币。 有媒体注意到,在去美元化过程中,俄罗斯一直力挺人民币。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于今年7月,在南非金砖国家峰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际上很多人谈论设立新储备货币的必要性,人民币具备这种资质。 俄总统经济顾问格拉基耶夫也建议,从俄国技储备中抛售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有价证券,将其替换为其他国家首先是中国的资产。 在此背景下,俄央行宣布降低美元和欧元,在额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增加人民币储备。 根据俄央行公布的文件,央行截至三月底,已将美元比重,降低1.6个百分点,至43.7%,欧元的比重减少3.5个百分点,至22.2%。 对英镑的投资减少0.5%,占币为8%,同时增加了人民币的储备比重。 人民币在额外汇储备占币从一年前,仅为0.1%增加到5%. 对于俄罗斯的去美元化举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孙立鹏,在接受参考消息网采访时称,俄罗斯希望联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符合历史潮流。 一是全球经济的需要。当前国际货币和经济格局中,美元独大,特里芬兰提仍然存在,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最重要原因。 中俄推动去美元化,国际货币格局多极化,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平衡增长。 二是中俄等国家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 特朗普政府正思续货币霸权的伪善面具,作为迫使他国妥协让步,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重要码码,不仅中俄,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有防范,缓解外部金融制裁等风险的现实需要。 规避过度依赖美元的局面,是各国的共同利益诉求。 三是中俄等国家深化经贸合作的需要。 仅以中俄为例,俄罗斯是资源生产和出口大国,中国是全球最重要消费和需求市场,双方有着广阔的经贸合作潜力。 直接应用本币结算,也有利于减少因美元波动的汇兑损失,提升经贸合作效率。 由舆论认为,尽管俄罗斯有着去美元化的坚定决心,但也需要看到,一方面,全球货币体系,仍然是美元主导下的格局,美元仍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贸易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 另一方面,美国拥有最发达的金融市场,掌控着最广泛的结算支付体系。 对此,孙立鹏表示,当前,各方推动国际货币多极化的合作,是处于协调立场的最初级的阶段。 尽管短期内难以对美元币位形成实质性撼动,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肆意挥舞金融制裁大棒,还是美国国内高且的债务问题,都是在挥霍,透支美元信誉。 伴随新兴市场经济加速崛起,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壮大,未来出现与美元媲美的新兴货币,将成为大势所趋。 普京即将再次来华,中俄神秘工程启动。 人生的第一次,总有着特殊的含义。 政治家的第一次,有时更传递出丰富的信息。 2018年风云激荡,中国设立了最高国家荣誉的友谊勋章,第一枚,就授予了普京。 授勋前两天,普京接受专访,还感慨地提到了一个细节, 中国最高领导人曾为他庆祝生日,俩人一起喝了葡萄珈,吃了香肠,也许他是唯一一位和我庆祝生日的国家领导人。 2019年风云再起,一项安排已经基本已定,这个春天,普京再次到访中国。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日前表示,按照俄中正在协商的方案,普京将在明年4月访问中国,并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而且,来而不往非离也,两个月后,中国领导人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圣彼得把国际经济论坛。 最终的行程,当然以中俄的外交公告为准。 但杰尼索夫透露的信息,显然也很有意思。 一、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将在明年4月召开,普京会再来共襄胜举。 二、两个月内,中俄领导人实现互访,走动得确实相当频繁。 三、考虑到今年还是建国70周年,中俄建交70周年,今秋时节,普京还很可能再度访华。 四、2018年,中俄领导人面见了四次。 2019年,除了互访外,考虑到还有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峰会等多边场合,中俄领导人会面次数,只多不少。 这也正说明当前中俄关系的特殊性。 确实特殊,非常特殊。 中俄不是盟友,也早已不是同志家兄弟,但在当前激烈的国际斗争中, 中俄在很多问题上立场一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一些细节,更是意味深长。 今年普京对中国国事访问期间,中国处了给普京颁发了首次设立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 中国领导人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按照外媒的说法,他评价普京是他最好的知心朋友。 而且,作为一项特殊的任务,普京还第一次乘坐了中国的高铁。 当时央视画面上,高铁在快速奔驰,车速很快就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 中国领导人向普京介绍了高铁的时速、规划等情况。 央视的同期生显示,坐在高铁上的普京很感慨,说坐火车总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从央视画面看,普京可能说的,也是他以前乘坐火车的感受。 但毕竟,他当时正在乘坐高铁,这种感觉,肯定也包括中国高铁。 坐中国高铁很浪漫。 普京你也真会说话。 在最近这几年,所有大国领导人中,感觉最投缘,见面最热烈,关系最默契的,也就是中俄领导人。 只要中国举办的重大活动,还不是APEC、G20这些国际会议,而是中国的原创活动,比如胜利日大阅兵,一带一路峰会,普京也必定亲自来捧场出席。 不一般,确实非常不一般。 在日前的年度记者会上,普京还特意点了一名中国记者提问,并在回答问题时说,俄中两国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 同时,俄中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协作,有助于国际形势稳定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